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显龙的亲弟弟李光耀的二儿子李显阳宣布他加入到反对党中去 也就是说新加坡也要兄弟相残 而这一切似乎导火索就是一所房子 咱们清楚 作为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是深受老百姓爱戴的 2015年他黯然辞世 辞世的时候李光耀留下很多遗嘱 其中有一条就是自己的故居 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 李光耀就在一所房子中居住 当年创建人民行动党的时候 李光耀还和他的战友们经常在自己家的地下室开会 所以他这种房子是很有纪念价值的 但是辞世之前李光耀留下一个遗嘱 说这样吧 我这个房子位置挺好的 我死之后要不给他拆除掉了 拆除掉之后能盖更大更新更好的房子 没有必要为了纪念我一个人浪费了这个地景 当然我女儿吕伟玲 现在还在我这个宅中居住 如果她愿意她就可以一直居住下去 一直到她搬走那天 我们再把这个故居拆掉 从李光耀这个角度讲 他并不想因为一己之私耽误了国家发展 这是一种大人大爱的境界 但是作为长子 作为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 有别的想法 他觉得他父亲这个故居 这是文物 这是整个新加坡的财产 新加坡本来历史就不长 而这么有纪念意义的一个房子 如果拆掉了 太可惜了 将来应当给他搞成博物馆 展览馆 让新加坡人来参观一下 了解革命先辈的斗争历史 这似乎也没错 结果在2017年的时候 就发生一件事 李显龙的弟弟李显阳 妹妹李伟云 联合发表文章 斥责他们的大哥李显龙 不按父亲遗嘱办事 父亲李光耀当时说了 要把故居拆掉 可你李显龙为什么不尊重遗嘱 于是兄妹兄弟反目成了仇人 要说这个事挺蹊跷 大哥李显龙并不是出于坏心 而且也没有什么财产的争夺 他只是想保留这个故居作为纪念父亲 纪念整个国家开创的律史而已 为什么李伟玲和李显阳这么反对呢 难道只是为了认真地践行自己父亲的遗嘱吗 当然李显阳当年就发表文章说 他并不希望父亲的故居成为他大哥彰显权力的存在 新加坡现在已经诞生过两位姓吕的总吕了 不应当让李家的第三代继续成为新加坡的总理 而如果留了这座故居 人们就会对李家进行神话 你看看李光耀开国总理 举步维艰 创业艰难 给大家留下了这样一个复苏的国家 他的儿子 他的孙子 未来是不是也应当继续领导这个国家呢 李显阳认为 如果留下这座故居 社会就会进一步神化李家 为李家第三代接班创造机会 当然也有人说 李显阳在大选之前加入到反对党 也可能是他看到了机会 为什么 他的爸爸是总理 他的大哥是总理 他自己从小也非常聪慧 走的是跟大哥一样的道路 在美国名校读书 成绩也很好 那么他大哥最近身体又不太好 他大哥的儿子辈呢 也没有特别出类拔萃的人 那么是不是未来 他应当有机会继承大位呢 看给了讨历 潮云 他 像宇宙你还睡 narcissist